又欢迎来到第3集 7月的特别版 我不用介绍了 有看过之前两集的 这位是我的父亲 我们今天会说些什么呢 继续分享一些真实的个案 因为有很多人会想知道 例如是降头 或者是遇到一些 例如你之前的经历 一些驱轨的故事 不如分享几个 比较深刻的 其实各位要明白 我是一个不敢说是什么高人 我是收费计人 我做这些事业 不是职业 差不多接近40年了 你说有多少 我都没办法计算 但有些太过神奇 太过 可以说是根本是没人相信的神奇 如果我说出来 反而不利 大家会认为 陈哥是你是不是作出一些故事 但是有这么多神奇 你叫我怎样说 有些是不能说 不是假 是说到我相信 这些人会说 是不是真的 反而不离 想我说一些 比较 你们可以相信的我就说 其实我觉得也不要紧要 有些人都会想听 当一个故事那样听 还有 有些我也亲眼见过 所以这些人都会问过 所以这些人 因为你们知道 我今年三十九四十岁 这四十年我都见证不少 好了 你又想听说降头 我又说单给你们听 原本不是很想说 不过我见你们 在这里问了这么多次 即管告诉我 刚才因为在镜头后面 工作人员 我们的朋友已经说了一段时间 他们已经等不及了 不如在镜头我们再分享 降头 说一单 这单都很久了 应该是八五年左右 当时还在沙林道那边 有一位女士 很年轻 她是英国 fashion designer 她就回来 上来找我 她就说 你是否是信物钟 我说是 不过你这个坛 有没有安慰图 有没有安关帝 为什么这么说呢 当时她说 有人介绍在英国 又去到 又去到 不知哪里 因为她找过很多人医 假如不行 她说你 去香港 她没有说我名字 她说 是一个密宗的师傅 她说这个密宗师傅 很奇怪 当时密宗很少 说安关帝 安慰陀无杀 但我们又相信 我觉得中国 这两位大乏 我有安慰陀 还有关帝 之后一路说 说 原来 整天一度睡觉 她的全身 被针刺 全身 她还拉了手 她说给我看 是真后 红色很多针孔 或者你不信 就当出麻疹 她真的被针刺 她说 她曾经 在香港 找过 也很出名的 这个名字 这个人不在 也不要说了 总之是一个盲人 也很擅长的占卜 她找他 这位盲的师傅 也很有功力 她说 她说这些 可以了 你回去 在床底 把水 用一把剪刀 指着窗口 你就能睡得到 她真的回去做 真的那两晚 没有针刺 谁知道第三晚 还刺得更加 她再找这位盲的师傅 这位盲的师傅 他会知道 一上来 哎呀 不行 你很盲 你不要再找我了 你找我 我命都没有 我搞他不行 你找另一个 总之转转接接 就找到我 后来 都搞了颇为一段时间 当时很奇怪 我佛堂 一帮他接 突然间 一帮他加持念咒 他就来了 痛得不得了 一直痛 我就知道 就叫封关 封了 不准 那时候不是很多人 上来 有十多个 大家都不要出去 你知道吗 没有人出入 我突然间的感觉 我的弹城有问题 那时候 弹城有个香炉 也很大的 你知道吗 在香炉 那里 后来一发出来 有这么大尊的 工具在那里 在香炉底上 这个是不知道 为什么会有的 再跟他做 就念咒 就是密咒 加持他 后来 就加有菩萨 加持 就像夜审 他突然间 一加持念咒 因为密咒的力量很厉害 他突然间 好像昏迷自己说话 我们就问他 你为什么要害这个人 不是我害他 在一个女士身上说 是他妈妈 要我们来搞他 可能不是亲生妈妈 就害他 为什么你要搞他 要搞到这样 这场师傅很多事 来阻止我们 现在我们不够他斗 我找十个钢楼师 来帮他斗法 我问我 为什么我香炉都有东西 我们要做 用什么 我们做到的 太长了 我忘记了 一近一说 所以我们用法 用一种加持 给他一个小小小 告诉你 你都不相信 当时很多人看到 在他身上 吸出 很多支瘦花针 这个他亲口有说过 这个真的 到现在还是我们的徒弟 那个人 他也有跟你说过 他有跟我说过 他说过很多次 公开在我们的佛堂 说过很多次 吸出了很多支瘦花针 之后 一直帮他加持 要他修持密咒 现在没什么 他是一个很有知识的人 在英国 是时装刺激 从小看得到我带 当然了 那时候他花了四年 没来 从小看得到我带 到现在还在 之后 一直吸出很多支瘦花针 当然了 搞到 你知不知道有多神化 用他的斗法 就开了 搞到他有一个亲戚 就在香港 在总部做探长 他的家人在报案 说他失蹤了 就走上来那里拍门 一拍门我就认识他 我以前是做过这些行 那个人在这 你就会看他现在在这 不是我 不是我绑架他 他有事 我要他在这 我就保护他 还有一个神奇 如果说 或者各位观众听得上来 好像我说神话 那我就出了关 我下去 我最记得走上去 你看那里 山林洞 对面 那时有一间新京酒楼 我刚走下去的时候 那时有两间 时装店 有很大的玻璃 一个玻璃 我只能感觉到 好像武俠小雪 整块玻璃向我飞 我说你 你说是不是神话 所以我有时说 不说得出来 说你 肯定说我车就爆了 我一 飞 啪 整块玻璃烂了 我也不知道 我哪里有这么好功夫 一人 啪 什么事 那时真的有很多神奇 那时 和他斗法的时候 你知道吗 那些窗 那些窗门 啪 我会爆的 飞进来 是很厉害的 这些我亲眼见心 我师傅还未完结 我跟我师傅说 那个钢头 你都很惹 我不是我惹 他上来找我 那我一做开 我没理由说 不行 你走 你记住 这个是四十年前 我不可以 不可以这么说 不可以说 我没有责任 我觉得做人有责任 出资单 也都是 慢慢慢慢 当然是 要收很多 就做很多罚 就叫做 航服了这班钢头师 航不航服 我不知道 就没有老头来搞 我想说一说 刚刚他说 那位女士主 到现在 仍然是来我们佛堂 在我们佛堂中坚的善信 如果这样就不中坚 认了很多年 四十年 弟子 每个都三十多年 三十七年 很诚心 你猜不猜到人 三十六七年 如果我说个笑话 几十年他都相信 不轻易 如果你说在香港 我认为很多人在外面 听着 或者有这样的朋友 都不出记 他的亲人 很多时候 都会 是他亲身经历过的 不过我们就不喜欢 将这些事 导致出来 我现在这样说 我没有说人名的 大家 当然你信就信 不信就没办法 事实上 有很多人贴症 当分享故事而已 喜欢这条片的 记得要like share 和subscribe 还要按下铃铛 一有新片的时候 就会通知你了